冰震榮 先生 你覺得依依這一段 你覺得這一段婚姻會維持多久 就 還不是因為 你那邊苦苦哀求 四天就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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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Stanley這邊你們結婚 我們結婚大概八年了 八年多 對 過了 還好撐過了 對 我要站在Stanley的一個角度 對 幫Stanley講講話 因為Stanley養的時候 他竟然沒有讓他 剛好幾年 他們是夫妻 一年才進出口兩次 憲哥怎麼連這都知道 我怎麼不知道 Stanley會打電話給我說 我老婆不讓我那個 你真的什麼死人的頭都知道 對啊 真正問題在Stanley 來 真正問題 來 歡迎他們兩位 來 Stanley 跟姨姨兩個人結婚七年 對 八年 大概八年 八年 三個小孩 對 有雙胞胎是用做的 一個是人工 兩個是飾管 一定要講成這樣就對了 但是SPAIR是 開玩笑啦 SPAIR是妳的啦對不對 這個台的是不是 對啦 開玩笑 好 來 妳有什麼要抱怨 妳先說 我覺得從一個人吃東西的習慣 就可以看得出來他的本性 他吃東西的時候 永遠都是先吃別人的 然後再吃自己的 別人的比較好吃 對 問題是因為我們都是點 各自愛吃的 他吃掉我的 可是我不見得我愛吃他的 所以他把我的吃掉 然後剩下他的 我不想吃 但是他就自己又吃得很開心 等於他吃了雙份 然後每一次我都餓肚子 然後我其實常常跟他 抱怨這件事情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說 就是各吃各的就好了 你就不要就是 每一次都是先吃別人的 要不然每一次買東西的時候 像買食物我都會 他每次都叫我不要買 結果我買回去之後 都還是被他吃掉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可能就愛吃啦 對 就愛吃 妳們就多點一點就好了 對 多點一點 可是有點再多都是被他吃掉 所以我就跟他說 你看你 肉都轉到你身上了 肉都轉到你身上 留一點給我掌嗎 是神隱少女的爸嗎 沒有 蔡健雅那首歌 吳底洞 吳底洞 來 新手的廚餘機 來 史丹尼 我很清楚他的食量 然後來的時候 他基本上是永遠不會吃光 他可能就吃一點點 三分之一 我一定會先問他說 你東西來 你吃得了多少 不然就是先弄一點過來 我先吃這樣子而已 我是其實一定會先 沒有 你講得這麼委婉 有一次我妹妹就 妳妹妹跟我又沒有一起吃過飯 不是 有一次在開車的時候 她就坐前坐 她在開車 然後我坐在旁邊 然後我們就是有一包零食 我們就在前面就是這樣子 打開來兩個人 就是我一口 她一口 我一口 她一口 結果我們後來就因為 這包零食炒起來了 然後我妹 我妹就在後座 因為我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吃的速度這麼快 都不留一點給我 就是我們都會就慢慢吃 但感覺他就是那種 怕被別人吃完 護食 那個叫護食 對 男生都這樣 就是完全都沒有想到別人 然後我會因為這種事情 心裡受傷 所以你剛剛講那件事的時候 我就很有感覺 就是你怎麼會把我 把女朋友或老婆 也想吃東西 這件事情完全忽略掉 就是心中沒有我 兩位要共同學習一句閩南語 兒子吃 媽媽整個菜吃完 妳要留一點給我 對不對 要人家留一點給他那種人 最沒品 不是 我還在那裡 飯都不掉 你沒品 對不起 對不起 難怪我有一個印象 他罵錯人了 罵錯人了 因為之前有救我 明明就是我們的東西被吃掉 我們看到心愛的人在吃飯 那個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 所以我們也想要他看我們吃東西 才是誇張的那一個 你知道嗎 我開車 我開酒 我會累 我會想睡覺 所以必須拿東西來吃 這一線是鳥事 但是你離家三四天就不對 對 這就真的嚴重了 大兒子剛出生 沒多久 大概一歲不到一歲 我是主要照顧著 然後我邊照顧他 邊在後面唸 偉大 都是他在照顧 他邊在後面唸 不是啦 他會指責我的育兒方式 然後我就有一天我在樓下一樓 我就開車 然後我就 小孩跟著我 我就越想越不對 為什麼要被唸 其實我做的就不錯 很好 我就說好 妳要離家出走 妳 我就直接開走 妳個人離家出走 我個人離家出走 但是我又可憐小朋友 因為我怕他餓死 所以我就把他帶著 就兩個人 然後我就把車子這樣一開走 我什麼都沒有拿 我尿布什麼 什麼奶瓶 我什麼都沒有拿 我就直接就把他開走了 你這種賭氣的行為 媽媽會不擔心嗎 你剛剛都講的 廟布沒帶 奶粉沒帶 什麼沒帶 所以我去外面就有說 不是 我所有東西買過 全新一套 然後我全部買了 然後放車上 那你這樣就是 然後我本來是要住一個禮拜 還不是因為 妳那麼苦苦哀求 我四天就回來了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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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陳主持好 我跟妳說 我要說出來 當下到底是什麼狀況 當下狀況到底有多惡劣 你知道 妳說 我出去工作 新遊戲的孩子已經 那個心已經很焦慮了 回到家晚上七點 因為小孩如果午覺睡太晚 晚上他就不會睡 晚上不會睡的話怎麼辦 我們就要起來弄小孩 對 所以當我晚上七點回到家 發現爸爸跟小孩繼續 從午覺大概兩三點 一直一路睡到七點 還沒起來的時候 媽媽的苦就上來了 親愛的依依 我跟你講 男人 你要了解他 而不要愛他 剛剛是你跟他愛他 反過來 女人倒過來 男人 他需要的是了解 理解 對不對 你用這種愛的常理去 好像 不… 不斷的念經 送經 到最後他只會接引西放 沒錯 不要念了 接引西放 不要念了 因為你在刀念 這個多重要 現在有一種睡眠貼 貼在上面一貼起來 你就把自己封口 睡眠封口貼 用鼻子來呼吸 有 先跟我講 有沒有 你還貼過 就是不要碎唸 對 意思就是說 身為一個女人 不能碎唸 碎唸就是一個罪可怕 我覺得不碎唸的老婆 就是前提老公要 就是有基本的 先做 對 基本的 老公要有愛名 老公要有愛名 對 不要當神隊友 但是不至於要到神隊友 但也不要豬隊友 好 這些事情 我都不想要知道 今天解決一件事 我就滿意了 什麼事 兩位 為什麼 我們有時候一天都兩三次 對啊 不可以騙 不可以做 這個是誰的問題呢對不對 誰的問題 好 誰不想 這種事情一定要處理 祥犬有可能這麼 我跟你講 這絕對有問題 如果是女生不要的話 是他不要嗎 當然啊 這麼明顯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不對 難怪要去買速度 對啊 他們速度一直買 你看日本的 我們都吃不到速度 都被你買光了 對啊 最近很貴 日本有別的 你知道嗎 我介紹別的東西 他連長江都知道了 他講話有點誇張了 就是其實應該說 就是每個月會有個 一、兩次這樣吧 沒有 沒有 給你得分 每個月 給你得分 得分 我有一、兩次 我還會這樣子嗎 你怎麼會知道 我每個月月經都來 性愛 性愛是美好的 你為什麼這麼排斥 為什麼 不是 就是當了媽媽 其實真的好累 而且我跟三個小孩睡 三個小孩每天 你躺好就好啊 不是 就不用動這樣子 不是啦 就是因為我跟三個小孩睡 而且三個 我三個都兒子 家裡哪好大 你哪怕對不對 而且小孩淺眠啦 對 小孩又淺眠 又都睡在旁邊 我們可以換房間啊 你自己又不要 為什麼 我如果換房間 小孩就起來了 然後又要找我 小孩找 小孩找我們 然後我們辦事情辦到一半怎麼辦 小孩有點大了 小孩八歲了 已經很多事知道了 可以 但是你還限我時間 你限我三分鐘之內完成 你怕小分鐘 我沒有限 三分鐘之內 你夠分了 真的一下下就好 還是一下 八大熊 我跟你講 計時開始 性 性 是愛的表徵 是 對不對 為什麼憲哥都沒有出事 跟女藝人有什麼奇怪 我不愛這個人的話 我就不會跟他做任何事 你不愛他 所以你不跟他做這件事 就那麼簡單 不是這樣子 我恨不得每天都 我不要 我沒有意思 零肉合一 威宇是不是這樣 對啦 但是我是覺得可以一個建議 我覺得 因為我老婆也會遇到 類似的狀況 就是小孩子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其實可以去外面 真的 我說例如說你們去摩托 你說你去外面 不是 我說例如說你們 你們去摩托 我覺得女生要說一句話 沒有 因為我要講的是 因為我太太也曾經經歷過 生過小孩子 在照顧小孩子 其實女生那個 對 那以後就沒有 大概半年 大概半年 就每一個人不一定 但這些事情是 男生必須體諒的 但是我們有一個方式 就是例如說我們去Motel 那你小孩子就完全都不會擔心 你也不用限十分鐘幾分鐘 而且男生這樣一年兩次之後 一年兩次真的會爆掉 起碼是兩個小時爆掉 三個小時你要再加一個小時 這個可以我請教 有 或者真的是 女生是很容易 比男生愛睡覺的 照顧小孩又工作 然後只要有時間 我就是趕快睡 妳的身體是不會說謊的 有排斥 他就碰妳 對啊 你根本 那整個都涼掉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都要特別注意 這提醒你們 你要一夜站可以 也發生了 Stanley你一定就給錢了 跟你叫一點 對不對 他心很軟 你就已經處理了 每次都2億 2億 2億都給 2億什麼啦 沒笑 Stanley 這個牛就不要吹了好不好 來 Stanley你先講一下 今天我是控訴人 我要控訴的是 譬如說他有朋友是做精品店的 常常會推薦他買一些 上一季的或當季款 限量款都給他 就說這個東西在台灣非常稀有 你買的一定是保值的 結果他花了大概六 七萬塊 買一個包包回去 他可能背個幾次 他就說不背 我要換別的 他就拿去估價 結果估出來是1萬5 1萬塊 2萬塊 他就大血虧 我常罵他 罵到後面他常都不跟我講 他還有一個習慣 就是他買包裹 他很多 但常常他拿回來之後 他又不開 因為已經多到不行 我都堆在門口 根本也忘了 他也都忘了 他都忘了他買什麼 他說有時候打開的時候 今天到齊了 這個東西不是我要的 然後放一下時間說 因為他都有七天見賞獎 退貨只能在七天之內 他常常都在七天 第七天打開那個包裹 說這東西我要退貨 我不要 你馬上現在 現在幾點 11點半 麻煩你12點前載我去7-11 把它辦理退貨 我說你為什麼要這麼麻煩 常常做這種事情 OK 真的是很困擾 沒有 不是 因為就是我每一次去7-11 他們都要拿身分證 因為我的名字又太好記 然後我就 我就覺得蔡依林 然後我就覺得很煩 每次去 蔡依林 對 我反過來 妳 很煩 然後 我就很討厭 Stanley 妳取到蔡依林 有沒有覺得很幸運 她覺得自己很紅 她就一直都不用自己 我就是每一次都要面對一次店員 就像憲哥這種白衣 Stanley 妳取到蔡依林 我每次都要 我就說 對 我叫蔡依林 我老公很幸運 我每次都要這樣 我就覺得很煩 然後所以有時候我就索性 我就是每一次都填她的名字 所以我就想說 她就可以用她的身分證去拿包裹 但填到最後有時候 我們兩個都忘了 到底這個東西是我買的還是她買的 然後有時候根本買太多 也搞不清楚 我們兩個就推來推去 這個購物也是很多詐騙的 超多的 對不對 裡面假的很多 我猜她有很多詐騙 她自己被詐騙她都不知道 沒有 因為她連開都沒開 那個碗 我怎麼會去7-11買個碗 到一家是不是絕對都不是我的 我們現在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我看起來不是我的 也不是她的 可是都付了很貴的錢 對 比如說我買了一個電動腳踏車好了 比如說一萬五這樣 然後你費了這個錢去 然後啪 它寄回來可能是一個畫框 或什麼這些 有嗎 有這樣 有 去領包裹然後拿錯的 包裹裡面打開 怎麼可能有 夜壺誰要買 沒買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不是 因為你買的是一個花瓶 對 它會給你爛的 爛負 夜壺 完全不一樣 還用過了 我是真的滿常買到一些 自己都不曉得 到底那個是不是我買的 但錢都付了 而且有一些時間 有時候有一些小東西 你就想就算了 你就不要去退了 好 誇張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詐騙實測VCR 來 今天我們來測試 來詐騙我老婆依依 她實在是太愛買東西了 今天我要安排一個 假包裹 真榨財 來這個套路她看看 試試她會不會 陷入我的現金裡面 你們看 這邊整個房間 滿滿都是她的包裹 然後這個好幾個 你看這個 上個禮拜就到了 連猜都沒猜 然後她都不怕自己買到假貨的嗎 給你看個這邊的照片 什麼照片 我希望我們這邊不是去吃的 對 妳還沒給我 我還沒給你什麼 照片 喔 笑一點 我一定要跟我邀請 等一下 我接一下電話 嗯 喂 請問是蔡依林小姐嗎 對 我是 妳好 這裡是快遞 請問妳現在在家嗎 好 現在嗎 妳已經到了嗎 對對對 我在樓下了 好 好 好 這裡是貨到付款 麻煩準備5499元 隨便亂寄啊 既然妳收了又打開 妳不能退啦 妳錢 妳已經拿走了 好 我先馬上下去 好 謝謝 好 我先下去 妳好 這邊麻煩幫我牽收一下 這裡 好 來 主持人 謝謝 好 謝謝 然後 5500 這裡給你 我找妳一塊 不用找了 好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先送囉 謝謝依依贊助的5499元 奇怪喔 真的妳的吧 對 老師喔 對啊 就打對我給妳的怎麼是我的 妳可不可以幫我錄影一下 因為我要開箱 就是開箱的時候都要錄影 就是怕妳如果受到瑕疵才不會有爭議 到底是他們寄給我們的說 就是寄壞的給我們 還是說 不是說我們那麼壞 錄影也沒有用嗎 因為她錢已經拿走了 對啊 這什麼 滿身的內褲這是妳買的啦 什麼我買的 那是妳的名字啊 什麼我買的 它上面有電話啊 妳要不要打一下 對啊 好扯喔 59 8 7 這人沒找奇怪 叫妳好本 妳好本 而且還有槍音 妳好本 對不起 您所播的電話號號號是空號 欸 真的是空號欸 警察名號號在播 好扯喔 欸 看一下地址 內部欸 好啦 不然這樣子好 我馬上載妳去啦 你看吧 這麼麻煩 妳這麼愛買 然後買到現在搞成這樣 可是我買東西又沒有錯 又不是我的問題 重點是妳愛買又愛退 這是浪費時間 妳自己不會寫好一件 然後一個東西 就看到我心裡 今天是她東西寄錯 管我退或什麼事 兩個人就這樣在車上 吵了二十幾分鐘 這也偏偏差很多 這也太偏偏了吧 怎麼開錯路啊 到了啊 就這裡而已啊 這一間 對啊 等一下 不像一個公司啊 而且這貨櫃屋耶 對啊 是這間嗎 對啊 地址就這裡啊 妳看這邊也沒有別的東西啊 怎麼可能 這裡一些房子都沒有耶 是這個電話號碼嗎 這看看有沒有電鈴 這是你的家嗎 這完全沒有東西啊 妳肯定就是被騙了啦 不是啦 妳不要一直這樣 我跟妳說下次 妳真的是買東西 一定要看清楚 不要隨便亂買 對 說了 走了 真的啦 嚴重被騙 就妳好本了啦 對 妳好本 對啦 不是 不是 我好善良 不是 妳好本 不是啊 但這跟他沒有關係對不對 真的要檢查 房人之心那不可無 對 哥 這好難喔 妳要知道他們這種東西 貨到付款 對不對 到那邊妳就付了錢 他就收到這個錢了嘛 對不對 然後這個錢他拿走了以後 妳拿到的貨 為什麼裡面一定有東西 對 免什麼責 沒有啊 我真的有給妳的東西 我真的有給妳的東西 我是放錯了 之類的 放錯了或幹嘛 責任就沒有那麼重 我只是記錯 妳能告我嗎 像這種 貨到付款 我是一定當場就開的啦 我絕對不會說貨到付款 我還給錢 然後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有禁止我當場開嗎 沒有嘛 為什麼不在樓下 直接開箱錄影拿出來說 這個不是我訂的 立刻 立刻不給錢 有時候大熱天 妳就看那個貨譽公司在趕時間 說蔡小姐快點快點 那個妳的多少錢 妳就也不好在那邊檢查 然後衣服可能還打開來看 有沒有瑕疵或什麼 就不太好在那邊等 所以就想說乾脆就收拾 或者是像我就趕快 我們很常買一堆東西 就是妳訂的每一樣東西 都要List起來 對 就這個真的不是我的 這個物流公司它是真的 只是我們用我們的演員去演而已 對 所以妳在現場一打開 不好意思 這不是我的 當然啦 如果常常買東西 很容易會忘記 買太多了 但是確實是 不要說 好虧喔 而且剛剛那好貴喔 五十九九耶 史丹麗 來了 她有什麼話好講的 我平常緣這麼好 史丹麗不是跟GG嗎 不是 我老公 也叫史丹麗 史丹麗 對 要對依依說的 是 蛤 我每天都活在妳碎唸的陰影下 妳看陰影的吧 妳真的是老師 最好碎 雖然妳罵人不帶張字 但是每次都狠狠地重傷我的心 這種罪狠 一吵架就說自己當初 假錯了 假錯了 還說 我不是男人 我不是男人 男人 妳在家不可理喻 脾氣再不改的話 總有一天小餅乾就會變成 嚴重 對 小孩威脅妳 清清楚楚 斑斑雪淚 男孩雪淑 今日不做 自由鬥士 明日淪為海上難民 好嚴重 被誇著 被誇著 好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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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好恐怖 為什麼是這首歌 對啊 為什麼 妳好好講 憲哥 我跟妳說 我有時候只是不小心 迷你邁忘了轉小聲 講話比較大聲一點而已 沒有 他講得那麼誇張 他剛剛這一段是什麼意思 來就是這個名義賣 誰叫他 我們還在理解當中 音量不小心沒有小小聲 妳的意思說是大聲就對了 對 然後我都是好意 而且你知道 網路上有一段話是寫說 你是什麼樣的老公 就會成就什麼樣的老婆 那你看我會變成 他眼中這麼兇巴巴的 是不是代表 他本身有問題 對 本身可能有問題 他本身有問題 長不大的男人 一個女人說他老公不是男人 那絕對是切身之痛 我們不能懷疑的 對 真的 你嚇張我 妳是你嚇張我 嚇 真的 你嚇 你嚇張我 妳是你嚇張我 嚇 你嚇張我 你嚇張我 但是我跟你講 妳這樣講 妳這樣講真的重傷了他的心 但是我跟你講 你們想都沒想到 我們竟然有VCR 對 厲害了吧 最正確的 什麼VCR VCR 無所遵循你們的生活了 我跟你講 依依 妳老公做得對不起妳的事 什麼 他偷拍妳了 一起來看 拍別的 VCR 被老婆依依嚴格控管體重的 Stanley 將以偷吃宵夜的名義 來開啟依依的二期模式 究竟她的反應會是 妳有看到我手機在哪裡嗎 妳有看到我手機在哪裡嗎 沒有 妳在吃什麼 妳是吃宵夜才胖的 妳沒有資格吃 我跟妳比起來 妳的體重是我的兩三倍 所以你該減肥 怎麼會是我在減 我跟妳說 結婚前結婚後 妳根本就完全不一樣人 我就是遇到詐騙集團 最好是 本來就是 結婚前幾公斤你自己講 忘記了 什麼忘記了 重要事就忘記 妳自己說要減肥又不吃東西 我可以說如果可以選擇的話 我真的 當初我真的要好好考慮 是不是要嫁給妳 妳現在是在講什麼 我跟妳說 妳講話不要這麼大聲 小朋友在現場 不要妳兒子學起來 兒子都會把妳的表情 全部學起來 那妳不要講那麼多話啊 那妳講話的時候要笑笑的啊 妳不要這麼兇狠好不好 小朋友在看 妳現在不要笑一下 妳為了兒子都不要喔 妳為了兒子都不要喔 吃泡麵也不行 妳不要這麼兇狠 妳講他不要這麼大聲 妳可以笑笑的講嗎 小餅乾在看呢 我是說妳 妳可以笑一下嗎 小餅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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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事 沒事 沒事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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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我發現了 小餅乾 你手上拿什麼 見麻糬看一下 我看到了我三個字 是 離婚證書 上面寫寫真集 來 叫我看一下 這是什麼 謝謝妳說好朋友耶 然後咧 老公看好朋友的寫真集 這種事有多少年可以接受 妳去哪裡聽 都配別的 12殺錯路 12殺錯路 我不要聽 我嫁錯人了 我覺得妳真的太誇張了 對 太誇張了 不可理喻 亂拍故事這樣 隨便妳 我自己去找其他東西吃 閃爺 閃爺 這根本 這個根本就會證明我 在家是過了什麼樣的苦惹 沒有 而且這老公公拍妳 就可怕了 對啊 土琳老師妳一定有感覺 一個女人這樣跟妳講話 妳可能不能接受了 絕對不能接受 這在古代就是七出之最 馬上修掉 這麼嚴肅 大男人 這樣就要修 妳管一個男的體重幹什麼 他跟妳在一起 又沒有什麼好快樂的 就吃點東西 開心一下 妳也可以把他弄瘦 對啊 就一碗泡麵妳們可以搞成這樣 沒有 搞到的時候嫁錯人 就是一個老公 妳看連吃的東西好吃的 都不願意分給老婆 這個很可怕 妳也沒跟他分 妳就很虛偽 妳就為了妳好啊 減肥 我覺得立刻應該要換位子 妳應該直接坐到晚娘那邊去 這麼嚴的躍勁 我受到很大的衝擊 真的 對 那個感覺好像 Stanley是他生的 他剛剛有一個動作作 我認為老婆最討人厭的 什麼動作 第二三十五六七八九 第二三十五 這個我覺得最可怕 因為我沒辦法溝通 丁振榮先生 妳覺得依依這一段 妳覺得這一段 妳覺得這一段婚姻會維持多久 就怎樣 沒有啦 因為她那種態度 真的很難讓人家接受 兩位老師 覺得到晚娘位置 相機先移動沒關係 還好吧 OK 直接到晚娘位置 往後擠一個 過來 晚娘 真的假的 對 往後擠一個 往後擠一個 真的很嚴重 一起來看一 罵人的一個moment 晚娘臉 現在掛中間是最危險的 正中央很可能 1 2 3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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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這麼痛 好痛 連後面那個 對 妳看她 好可怕 我跟妳講 送妳幾個字 老公的自信心起來的時候 才是妳真正幸福的時候 妳每天 妳看看她的變化 等一下一定要翻盤 要翻盤 對 我覺得我其實應該算是裡面 算 妳會不會一翻翻到波幅那裡 1 1我從那眉目之間 我就看得出來 她個性滿硬的 請看 有沒有 真的 她什麼星座 好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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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水瓶座 水瓶座 這不行 妳真的猶豫 知道妳事情就大條 對啊 好 那我再考妳一個更難的 好不好 沒有立揮的妳就死定了 沒有Re過 佩佩什麼星座 欸 我只要水瓶座啊 對啊 白癡 雙胞 OK 來 幾分鐘而已 看一下老婆 真老婆的VCR 來 好 好 很適合 很適合 外面這個有點冷 好晚打給我 好晚打給你 嗯 哪有 我來不及 還是誰帶 你不要按個喇叭啦 搞什麼東西啊 開著門門這樣子 不要按人家喇叭 所以你說不要按人家喇叭 為什麼不要按 按人家可能就是有事還是怎樣 不然因為危險啊 百局上按啊 不然 那萬一前面是黑社會怎麼辦 那我就不需要 我們不需要去 幫人家教小孩啊 我怕我開車不小心 不然我開車 你不用那麼多意見 喔 沒了 沒了 這邊是要繞圈去了嗎 有嗎 不然你太近了 高高高 這岸江喇叭嘛 怎麼這樣啊 原來是岸江喇叭啊 看你這樣子 不要怕他 然後你應該 不要怕他 小心一點啦 你看他好快喔 離開遠一點 我們不趕時間啦 我們不趕時間 你不要按人家喇叭 不趕時間 我還有一個小時才要錄影 這個就有挑釋老姓 給姍姍 8888 8888的挑釋 按人家喇叭露了 前面的車沒有不爽 還是擋到我前面 就已經開了 來 一定超不爽的 你怎麼這樣 你開走 你要不要上鎖 你要不要上鎖 可以開走嗎 我跟他講 忍秤 坐 不好意思 漂亮 他整個衝下去了 你要幫他什麼東西啊 我 我 爸爸 不要這樣子啦 要怎麼樣嘛 你要幫他什麼東西啊 先進去 爸爸 好 先進去 快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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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這麼好爛 好快 太爛了 他突然一直跟他講說對不起 你巴什麼嘛 我是不能開慢一點 你們不知道巴什麼意思 對啊 這滷毛 我拉這個 這個有來我們節目那個 拆情侶的嘛對不對 我跟你講下次開車 小心一點啦 自己注意一點 走 車 不是跟你說 你不要按這喇叭 為什麼不能按喇叭 就是你沒有看到剛剛的狀況嗎 什麼狀況 他開車開得這麼 人這麼多 然後呢 這我就跟你說 有一天一定會遇到 超可怕的耶 小燕姐 你為什麼要跟我下車 明明很MAN的 還在騙 真的很爽 你騙了 你騙了 超爽的 你道歉就好了 我們可以跟他道歉 好可怕 也好多 好MAN喔 這個有MAN嗎 這個有MAN嗎 MAN 從對話刻的出來你MAN 有整到 有整到 幹嘛怎麼那麼怕遇到黑社會 他就怕壞人 怕出事 他怕出事 大老婆你以後就聽到 我從此不按喇叭 遇到有什麼特殊狀況 沒有 你開窗戶直接拿一支喇叭 去 喇叭 喇叭 要先學會吹喇叭 我吹喇叭 來 我們一起來看看到底 有能不能來到我們現場 有 有 有 我還在講 我還在武器 好 你完了 你還在 好 好 現場跪下 對不起 對不起 沒有 你們追男人嗎 沒有看過壞人是不是 你沒有 我竟然看過壞人 你不是很笨 太過笨 膽子真大 敢這樣 讓整妳對不對 原來是整我 好壞 而且妳還哭了 真的 而且 我的大忌就是不能按人家喇叭 因為我常常看到 有很多的社會新聞 就是你按人家喇叭 然後他可能下來就 但喇叭有時候是一種提醒 對 有時候 打裝護也要用 但是我覺得有的男生就是 他平常好好的 但是一開車的時候就變另外一個 脾氣就變得很溫和的人 像KD 上車變大男人 很多人都這樣 我開車你不要管我 對啊 可是 大男人不應該用在這時候 因為他平常是不太愛說話 可是上車的時候就 他喜歡講別人壞話 還說這台車真的是笨蛋 那台車智商有問題 怎樣的 開始罵 有大男人 對面 其實這個我們也會對不對 我們也會 誰會提車 不要提車 不分男生男女都一樣 都一樣對不對 但是不要太誇張 安排這個夾戲碼整理就有點不對 真的有惡劣 真的 所以你剛剛說的大計是除了開車 按喇叭以外 其他沒有事對不對 有事 什麼第三者的你OK 不用事 那個也不行 第三者不行 那個也不行 有小三那種也不行 那小四 你應該有直接玩老婆 先生你要體諒我的心情 他本來當初在追我的時候是瘦的 然後一追到一個月就胖成這樣 就算了 我不是其實胖嗎 但是我只是 我只是不能夠容忍老公就是 這麼沒有節制 憶憶你怎麼可以這麼沒有禮貌 那這樣仍不可以 還維持的 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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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跟你講 你們那個是每天 一點一滴在崩壞 對 因為那常常 一個月就崩壞了 一個月這個還輕鬆的 這個大條 因為Stanley 那個公仔 我知道今天 很誇張 真的 不是我在講 我有時候都覺得說 他好像是在把那個 因為我其實之前剛嫁給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沒有一個梳妝台 女生沒有一個梳妝台化妝什麼 就好像很不自在 然後我就說 你幫我買一個梳妝台這樣子 就是我出門化妝幹嘛都要用 然後他就一直說 他就一直拖 然後也沒有幫我買 然後 他就說就是反正家裡也沒有空間 什麼就藉口理由很多 就殊不知 過了沒多久 我家就出現一個櫃子 這個櫃子幫妳買了 不是 是訂做給公仔的櫃子 一整面的牆都是放公仔 對 這是他 很漂亮 做得滿精緻的 還有一種正業 公仔 對 最後 一直跟我說連一個 就是給我一個梳妝台的空間 都沒有 最後弄了一個房間 是專門放公仔的 好誇張 我跟妳說 沒有 對 很專業 跟阿伯一樣 感覺都很貴的 那個有些櫃子弄得像那種博物館一樣 好厲害 那個展示櫃 還打燈 真的 而且你們看那一面牆都不會 它是有按門的這個打 輕輕退一下打開來 好厲害 裡面還有 對 就是感覺你好像都不知道 他到底藏了一些什麼寶貝東西 可以展覽我們來幹一票大的 來一下 公仔來 來 上公仔 我今天有帶他的公仔來 這是真的是他的 對 真的他的 而且 但是真的要小心 你不要弄假承針的 那時候真的壞掉 真的 我真的有害怕 他知道你帶出來嗎 他知道我帶出來 我們就說這個東西被你 我還這麼大 怎麼關係 那為了要讓他真的感受他 逼真 我們就真的摔掉 現在就要 現場摔 來 好可怕 來 一起 一起包包 被逼真了 來 我本來是跟他說 就是我今天要來介紹 介紹他的公仔 他還以為我要跟大家介紹 他的收藏品 然後要不然的話 他其實這些公仔 他的房間是 上密碼鎖的 密碼鎖 對 我密碼鎖的 我要跟大家用一些藉口 他才拿得出來這些東西 喂 喂 喂 你睡了嗎 對啊 好啦 我跟你講 我剛錄到現在耶 錄超晚的 怎麼辦 我跟你說 我現在啊 就是看一下我的狀況 因為我剛剛跌倒 然後 我等一下看我能不能走 如果玲玲他們可以送我的話 我就自己回去 如果不能的話 你就可能要來載我 可以嗎 好 不過到現在 你知道我剛帶你那些公仔來 結果後來都沒有介紹到 超重的 完全沒有介紹到 然後啊 我跟你說 我就想說 而且我還把他拿出來 我想說就幫你介紹那個 你最喜歡那幾隻啊 我就幫你拿出來 我可以拆那盒子嗎 可以啊 你拆啊 可以拆喔 我很小心的拆 我其實拆的時候是很小心的 然後我又把他拿出來展示 我有叫他們小心一點 然後啊 你知道那個 我不是錄影都是從 五樓要走到四樓嗎 舒嬅錄完的時候啊 然後沒有人幫我拿 超誇張的 玲玲他們不知道到哪去了 結果我找不到我的行李箱 我就直接拿我那個 我就直接拿你那個舞獅王啊 我想要先拿下去 你不可以生氣喔 我可以 我要跟你講一件事 你不可以生氣喔 我手上拿那個舞獅王 然後我 我因為他們一直趕 然後我就沒有 我就沒有收到盒子裡 然後啊 你知道怎麼了嗎 怎麼了 那舞獅王 他是不是那個頭跟身體 是本來就可以拆的嗎 是啊 那可是你看那個 前面那個是 本來就可以拆的嗎 為什麼我剛一摔倒摔下去 他整個全部都分開了 你知道那隻有多珍貴嗎 多珍貴 那自己買不到了 而且我是小時候 我都沒有錢買 我跑去朋友家玩 我都是在朋友家玩 然後那隻到底都 我都從他沒有用 好 這是 作為一隻我買 我本來買兩隻 結果他買不到 買不到了 怎麼辦 因為我買完當下 我說我要第二隻 他已經說 完蛋了 我跟你說 那裡面是不是有一個 那是劍還是什麼 斷掉了 我剛剛摔超嚴重 我是從 那個我 你從我都睡了 蛤 全 怎麼辦 買不到了 全睡了 那算了 不然怎麼辦 算了嗎 重點是你 你是不是應該趕快去看醫生 我現在 腳超痛的 可是我跟你說 我超怕被你罵的 我其實腳超痛 我現在腳很腫 耶 不然怎麼辦 我不知道啊 可是我其實還沒跟你講完 你那個兩隻 那個魔獸世界很重要嗎 那個我已經放了十幾年 我都沒有開過 你沒有開過 那為什麼不打開 它就是收藏啊 放在收藏啊 我跟你說 你那個魔獸世界那個啊 他們的頭髮為什麼這麼細 我跟你說 你以後不要再帶我東西出門好了 你生氣了嗎 一點點啊 你現在是不是在哭 還好啦 我覺得你的聲音聽起來就是在哭啊 我跟你說 我跟你說 你那兩隻魔獸世界有一隻 他的頭髮斷了 怎麼辦 你在哭喔 你還好嗎 現在那隻五獅王是真的買不到啦 有錢都買不到 所以就算啦 一個變戰怎麼辦 你還在想那個 我腳都腫成這樣子 好啦 我先去看醫生啦 好啦 好啦 你要我去帶你嗎 不用啦 先不用 我先處理一下 我看看有沒有人可以帶我 如果沒有人帶的話 我再叫你帶 好 再見喔 好 好 拜拜 身體比較重要 沒有耶 沒有 我跟你說 他聽起來是 其實他那是愛你的 對 沒想到 這個是真沒想到 他其實 真沒想到 沒有 憲哥是怎麼回事 他都聽起來好像 我想那個 因為Stanley一直在容忍 對 各種容忍 容忍什麼 一一講話的一個模式 你要修正一下 憲哥是為你好 因為他講話 充滿了疑問句 然後 聲線很高 然後永遠在懷疑別人 怎麼可能 你現在在生氣嗎 你在生氣嗎 你是不是在哭 對吧 對 誰受得了啊 Stanley是個好人 你 他沒有想到嗎 講了 公道話對不對 男人不能接受 你應該也有水瓶座對不對 對 水瓶座嘛 這麼久 你看衣服是有好多 他就自以為是 不會吧 你應該很不開心的對不對 我們想說 怎麼可能 他一定就很重視 要不然沒事 要走走 老公 對老公 你要不斷去肯定他 真的 沒有 就是要 你激怒他 你激怒他了 激怒他露出真面目 看一下到底是我重要 還是小三重要 小三就那個 就是那五十王 有些人為了一個公仔 就離婚 真的 真的 我等一下打個電話 我來建議他 什麼 我們好害的 他比較關心我的膝蓋 他還是說老婆比較重要 真的 來 謝謝